欢迎来到我们的突发现场节目 今天我们带来三则引人注目的新闻 首先根据修威尔福德的新书 CIA 帝国历史 CIA自1945年以来逐渐成为掌控美国命运的帝国机构 威尔福德利用档案记录和回忆录 揭示了CIA在伊朗和古巴的海外行动 并探讨了帝国文化对反情报活动的重要性 然而这本书也因为忽略了一些关键点而受到批评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欧洲在追求净零目标的同时 却在沙漠中兴建巨型机场 前英国航空公司老板威利·沃尔斯指出 欧洲应该专注于发展可持续航空燃料 而不是减缓航空业的增长 最后我们报道全球对石油和天然气的投资激增 去年达到超过5000亿美元 这对于实现净零目标是一大打击 国际能源署的数据显示 煤炭生产的投资也在上升 主要是由印度、中国和东南亚的需求所驱动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首先来关注一则突发 6月6日 周四上午 SpaceX公司长达400英尺的巨型星际飞船 火箭从德克萨斯洲星际基地起飞 这是继之前三次爆炸试验之后的第四次试飞 这枚无人飞船被归类为超重型运载火箭 被誉为有史以来最大、最强大的火箭 SpaceX的最终目标是在地球、月球 甚至火星之间来回运送宇航员 SpaceX在SpaceX网站和X账户上提供了发射实况报道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向该公司提供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 希望其生产的商业火箭能在2026年之前将宇航员安全送上月球 截止此文发稿 SpaceX证实超重型驻推契在墨西哥湾成功着陆燃烧并溅落 这是该公司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美日电讯报报道指出 自1945年以来 美国在事实上成为了一个帝国 而中央情报局CIA则成为了其帝国的主要代理机构 哈里S杜鲁门总统于1947年成立了CIA 该机构不仅仅是一个情报组织 还承担了类似于欧洲殖民安全和情报服务的角色 历史学家修威尔福德在其新书《CIA帝国历史》中 通过详尽的档案记录和回忆录 揭示了CIA官员的背景和文化 他们大多来自新英格兰的预备学校和长春藤联盟的大学 类似于英国的精英教育体系 威尔福德特别提到 CIA在1953年与英国军情六处MI6合作推翻伊朗政府 以及在古巴和越南的秘密行动 尽管书中有些观点 可能有些夸大或欠缺证据 但总体来说 这本书为了解CIA的历史和运作提供了新的视角 在欧洲追求净零排放目标的同时 每日电讯报报道了世界其他地区正在兴建的巨型机场 前英国航空公司老板 现任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主席威利 沃尔什批评欧洲的绿色航空旅行一程过于傲慢 认为其可能会疏远世界其他地区 而这些地区则继续专注于航空业的增长 欧洲各国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减少航空排放 例如法国禁止短途国内航班 西班牙也在起草类似的法案 然而与此同时 迪拜、印度、新加坡等地 正在大力投资建设新的巨型机场 这些机场未来将承载数亿乘客 尽管航空业的碳排放难以减少 但一些国家认为有权享受航空业带来的经济利益 气候政策专家斯特凡 哥斯林预测随着气候变得更加极端 印度、中国和中东的政界人士 可能会在十年内 开始与欧洲的优先事项保持一致 美日电讯报报道 国际能源署IA的报告显示 去年全球对石油和天然气的投资 超过5000亿美元 这对环保人士呼吁停止 新的化石燃料开发是一个打击 中东和亚洲的生产者 推动了这一增长 煤炭生产的投资也有所增加 尽管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 古特雷斯呼吁禁止化石燃料广告 但化石燃料行业 每年仍释放出 近创纪录的1.2亿吨甲烷 尽管如此 IA报告中也提到 可在生能源投资的积极趋势 今年预计将有2万亿美元 投资于清洁技术 全球能源投资 预计首次超过3万亿美元 其中约两倍于化石燃料的投资 将用于清洁能源项目 IA执行董事法提赫比罗尔表示 清洁能源投资的增长 对于经济效益 成本下降和能源安全的考虑 中国预计将在2024年 占据最大份额的清洁能源投资 达到6750亿美元 环球邮报报道 亨特·拜登的刑事审判中 陪审团见到了 他在2018年10月的购买的 38口径科尔特·佐伦手枪 并查看了枪支交易记录表格 4473 检察官指控亨特在购买枪支时 处于严重的可卡因成瘾状态 并在表格上撒谎 他被控三项重罪 包括向联邦持证枪支 经销商撒谎 在申请表上虚假声明 自己不是毒品使用者 以及非法持有枪支 亨特·拜登不认罪 称司法部屈服于共和党的政治压力 错误地针对他 前店员戈登·克利夫兰作证说 他看着亨特填写表格并签字 表格上警告了提供虚假信息的后果 检方展示了亨特与前女友的裸露照片 吸毒用具等证据 试图证明他在购买枪支时 仍在使用毒品 亨特的前妻凯瑟琳·布尔作证称 他在2015年发现亨特在吸毒 并在他们的车里多次搜查毒品 证人左依凯斯坦 在免于起诉的情况下作证 描述了他与亨特在2017年相识 并目睹他吸毒的细节 陪审团还听取了亨特的回忆录 《美丽的事物》的音频摘录 书中讲述了他在哥哥伯 拜登去世后的毒瘾 亨特如果被定罪 可能面临最高25年的监禁 但首次犯罪者 通常不会获得最高刑罚 《多伦多星报》报道 日本、美国和韩国的海岸警卫队 在日本海岸附近 进行了首次三方联合演习 以应对中国在领土主张上的日益强硬 最近中国和菲律宾海岸警卫队 在南海的冲突升级 引发了中美之间 可能发生武装冲突的担忧 此次联合演习是三国领导人 去年8月达成加强安全合作协议后的首次行动 演习内容包括 在京都府武鹤市北部海域进行搜救行动 模拟救援一艘与另一艘船相撞后 起火的韩国船只上的船员 近年来 日本在西南部 特别是冲绳及其外岛 加强了防御 以应对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强硬态度 上个月 日本、美国和韩国的海岸警卫队 签署了一项协议 共同保护海洋资源 打击非法捕鱼 进行搜救行动 并提高海上执法能力 中国经常派遣海岸警卫队船只 进入日本控制的 有争议岛屿周围水域 雅虎美国报道 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的反移民法案 遭遇挫折 联邦法官罗伊·奥特曼 裁定该法案的人口走私条款超出了州的权限 该条款规定 即使是美国公民 也不能故意运送无证移民 德桑蒂斯将其作为应对 瞧拜登的边境危机的 强硬措施 但被批评为残酷且违宪 此法案导致包括农场工人在内的许多移民 无法正常工作和生活 墨西哥政府也对此法案提出抗议 并为被捕的墨西哥人支付法律费用 奥特曼法官将在本周重新审视他的初步裁决 并要求各方提供书面意见 佛罗里达州总检察长阿什利穆迪认为 禁令应谨适用于有法律地位的原告 而包括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内的律师团 则希望禁令在全州范围内永久生效 德桑蒂斯的反移民法案和其他极端政策 在法律上屡遭挫折 包括儿童健康保险项目和教育法案的相关诉讼 为了帮助那些因服用避孕药而遭受负面影响的女性 临床研究员戴安娜·布莱斯博士 在过去十年中一直致力于开发一种男性避孕方法 她的创新不是药片 而是一种迸送装置 男人只需将两茶匙大小的凝胶涂抹在肩膀上 试验表明这种方法在八周内就能有效 甚至可能更快 布莱斯博士对结果感到兴奋 因为他原本并不乐观 尽管男性避孕产品的开发面临挑战 但奈斯替凝胶的效果与女性避孕要相当 甚至更安全 尽管女性对将避孕责任交给男性持怀疑态度 但许多男性对这种新产品表现出浓厚兴趣 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之初 他的保护主义政策威胁到了加拿大的出口经济 加拿大政府迅速制定了一项策略 向美国决策者展示跨境贸易 对美国就业的重要性 尽管特朗普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之间的关系 在2018年G7峰会后恶化 但加拿大的外交努力 最终成功保住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尽管特朗普可能再次当选 并实施新的进口关税 但北美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和互惠关系 使得任何美国政府都难以忽视这一现实 无论谁入主白宫 北美的制造业供应链都将继续紧密相连 拜登政府正在寻求医生的帮助 来应对枪支暴力问题 白宫邀请了约160名医疗高管和官员 推动公共卫生解决方案 拜登希望医院急诊部门 收集更多枪伤数据 并常规性地向患者提供安全使用枪支的建议 尽管联邦资金有限 但更及时和全面的数据将有助于预防措施 与此同时一些医生和科学家呼吁联邦政府研究新冠病毒 是否导致癌症病例增加 尽管缺乏直接证据 但一些早期研究表明感染可能加缩癌细胞的生长 环球邮报报道 美国太阳能项目可能在税收或免面板库存的截止日期前迎来繁荣 为期两年的东南亚太阳能面板关税假期将于周四到期 美国项目开发商必须在今年年底前用完再次期间免税积累的大量设备 这一动态可能导致美国太阳能安装量的激增 同时也让刚刚起步的国内制造业感到不满 因为他们希望开发商转向使用美国制造的设备 美国太阳能开发商在过去两年间积累了约35级瓦的进口面板 这几乎相当于2024年美国将安装的太阳能容量 数据显示公用事业规模的安装量在今年第一季度猛增了135% 达到9.8级瓦 太阳能行业协会表示 这一临时关税暂停的确确保了足够的太阳能模块供应 以支持增加清洁能源部署的需求 然而美国太阳能制造商的律师认为 在接下来的六个月内使用完所有库存是不现实的 并指出市场上的库存激增和价格下跌 对美国行业造成了伤害 《独立报》报道 印度被认为是加拿大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外国威胁 加拿大国会国家安全和情报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 印度已经成为对加拿大民主机构和进程的第二大外国干涉威胁 超过了俄罗斯 报告称 印度的干涉不仅限于反对 被认为是加拿大的亲哈利斯坦运动 还涉及干涉加拿大的民主进程和机构 包括针对加拿大政客 民族媒体和印议加拿大社区的行动 去年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国会指责印度政府 与一名加拿大西克教徒的暗杀有关 导致两国外交关系跌至多年来的最低点 印度否认这些指控并要求提供证据 报告还提到 一些加拿大议员主动向印度官员提供机密信息 印度试图通过培养与加拿大社会各阶层的关系 来不当施加影响 独立报报道 2024年T20板球世界杯首次在美国举行 西印度群岛共同主办 作为未免冠冠军的英格兰队在上届决赛中击败巴基斯坦队 夺得冠军 印度被视为本次国际板球理事会赛事的热门之一 但自2013年赢得冠军奖杯以来 他们还未赢得过重大板球赛事 澳大利亚则有望创造世界板球史上的前所未有的壮举 如果米切尔、马什的队伍能够获胜 澳大利亚将拥有男子和女子所有主要板球奖杯 比赛将在美国佛罗里达、纽约和德克萨斯的三个场馆 以及加勒比地区的多个场馆进行 赛事将在英国的天空体育和印度的星空体育网络上直播 比赛分为四个小组 随后进入超级八阶段 最终决出半决赛和决赛 《独立报》报道 一位因其婚礼照片中的连衣群而在网络上引发热议的男子 因暴力袭击妻子被判入狱四年多 38岁的基尔约翰斯顿在家中对前妻实施了暴力行为 将他按倒在地并试图掐死他 还在袭击中挥舞着一把刀 约翰斯顿和他的妻子因一张连衣群照片而成为媒体焦点 这件连衣群在不同人眼中呈现出不同的颜色 引发了广泛讨论 然而 约翰斯顿在酒吧喝酒后回家 对妻子发起了攻击 导致他情绪、心理和经济上都受到了严重伤害 最终约翰斯顿在格拉斯哥高等法院被判处54个月监禁 并被禁止在10年内联系受害者 每日电讯报报道 弗拉基米尔普京威胁将部署导弹 打击英国和其他西方目标 以回应允许乌克兰使用北约武器攻击俄罗斯的新规则 普京在一次激烈的采访中表示 乌克兰首次使用西方武器在俄罗斯境内发动攻击 标志着他们直接参与了与俄罗斯的战争 普京警告称 如果西方国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俄罗斯将考虑向靠近欧洲和美国的盟友 提供同类型的武器 以打击那些对俄罗斯采取敌对行动的国家 他还否认俄罗斯有扩张领土的野心 并强调如果俄罗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 将会使用一切可用手段进行防卫 CNN报道 美国中产阶级正面临高利率和持续通胀的压力 根据皮油研究中心的报告 自1970年以来 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一直落后于上层阶级 如今生活成本危机加剧了这种长期的经济压力 许多中产阶级美国人开始减少消费 快餐店为了吸引顾客不得不提供更多折扣 而像Target和Colz这样的零售商 也报告了销售额的下降 尽管经济数据和企业财报显示 低收入消费者正努力支付账单并减少支出 但富裕的美国人也开始收紧开支 与此同时 美国房价创下历史新高 许多人在疫情期间积累的储蓄也在迅速消耗 经济学家预计 尽管面临挑战 但印度经济有望继续保持增长 成为全球第五大经济体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